現在才知道 每位夫妻代價高 妳知道我們每天都要吃東西 那妳知道我們吃進去 肚子裡面的東西 可能暗藏著致命的圍巾 我跟你講講到這件事情 我們真不知道日子 到底該怎麼過下去 因為每天打開報紙 就發現說黑心食物 實在是太多了 對 而且強調 天然的不天然 強調 健康的不健康 強調新鮮的不新鮮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各位 健康跟妳的荷包把關 那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了幾位來賓 一起來跟我們探討一下 我們每天在吃的食物 到底它的真相是什麼呢 趕快先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重要來賓 歡迎每一位 那我今天發現特別的嚴肅 應該是氣毒大隊長 對 我現在需要來嚴肅的 討論這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氣毒小隊長 等一下 不是 我是全身都是毒 對 我全身都是毒 最毒的人 對 你好毒 你好毒 不是 因為我們長期在外面飲食 所以全身都是毒 真的 所以妳不怕毒 現在妳不怕了 對 以毒攻毒 對 那我們最後要歡迎到的是 企圖小嬌妻 余妮 對 完全不就毒物侵害 那既然講到毒物呢 當然我們就請到 國內第一把的毒物科主任 林主任 大家好 兩隻專家 好好吃 大家好 前一陣子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每天在吃的這些 粉圓啦 芋圓啦 板條啦 芋圓啦 什麼很多食物 裡面其實都有一些 不該吃的東西 真的啊 對 我以為妳今天買這些 是要請我吃的 你敢吃嗎 這些東西都常吃耶 對啊 我們兩個感情這麼好 我怎麼可能這樣對妳 對 真的 最近我們看到這個 也是頭版頭的 對啊 我們平常在喝的 哇 這個幾乎是奶茶 這已經是紅到英國去的 對 竟然也出現了問題 這是已經是台灣小光耶 對啊 從到哪大家都認識的 對 家裡每一天 幾乎每個家庭都會自己做的 對 紅營 也出現了事情 也輪陷了 有沒有 板條也輪陷了 還有這個最誇張 四大超商 一年要賣兩億支 竟然也輪陷了 你有吃過吧 坦白講我沒有吃過 我常吃 我也常吃 方便 太方便了 完蛋了 那這裡面呢 它添加的是一個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道德耶 因為這些食物啊 真的是你常常在吃 而且都是小孩喜歡的 對 你如果沒有常吃的話 無所謂 像妳講的常常在吃的話 會發現 第一個會出現 極腎的 極性的 身衰竭 好嚴重喔 而且它會變成 終身洗腎 也太誇張了 太嚴重了囉 所以像我這麼喜歡 就是尿尿的人 是不是有點身衰竭 對啊 尿尿的頻率也太高了吧 對啊 腸光怎麼在哪裡 腸光沒力就對了 但是我剛剛前面一直在講說 其實這些食物 我們真的除了大人很常吃之外 我們是孩子也常吃的 孩子 對 因為我女兒最愛的就是 珍珠奶茶 這個也不錯 可是我平常是不太給他們喝這些東西 可是爸爸就不一樣 他們說爸爸好熱喔 我想喝個珍珠奶茶 他爸爸就會幫他們去買 那像這個OLED的話 OLED是我常吃 所以這個毒 完蛋了 我也全身是毒 對啊 好那群鋒剛剛說 自己渾身都是毒 你是怎麼個毒法 我看到珍珠 我老婆是每天一杯 每天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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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會胖 因為她體質是不會胖 但是她就是很喜歡珍珠 是 也是QQ的這樣 QQ的 對 那種甜甜的 像我是OLED是每天必須品 必須 對 還有 因為我們南部人早餐都喜歡吃碗粿 所以我們一杯比較中部 不喜歡吃西式的 對 我看我完蛋了 可是你們兩個就還好 因為你老婆反正有吃粉圓 一起去洗腎對不對 就牽著手 還有一個伴啊 對不對 沒有彼此拖累的問題 我現在才知道珍珠這麼毒欸 而且我老婆 我老婆是每天一杯 那雨妮你有在喜歡這些東西嗎 你知道那個珍珠奶茶 因為我以前在大陸長大 所以我們念書的時候 就說台灣來的珍珠奶茶 非常的風靡 對 所以我們就是當學生的時候 每天一杯 然後你知道剛來的時候很貴 剛來的時候大概八塊錢人民幣一杯 很貴 然後就覺得那是很貴的東西 後來發現滿大街小巷 就小攤販它也賣 後來到最後賣兩塊錢一杯 然後就變很便宜 後來到最後我才知道就是有新聞報 就是它的那個珍珠 其實也是用一些不好的東西做 那我 對 但是已經喝那麼多年 所以導致我到台灣來之後 我都不太敢喝這些東西 因為我在大陸有看過新聞 可是我們家兒子他就非常妙 他是一個天然的怨毒雞 你知道嗎 因為他從小就是我們都是自己 在家裡做東西給他吃 他都吃一些很天然 他不吃加工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學校老師會說 考試考得很好 我請安靜班的同學喝奶茶 那請他喝珍珠奶茶 他喝完之後回家一定拉肚子 因為他從小到大沒有吃過這些加工的東西 他一定會拉肚子 你很厲害 從小到大都沒有吃過 他不喝飲料 他們家的小孩真的 就是汽水什麼的他也不喝 不喝 你家這樣很嚴 那個什麼零食的薯片什麼他也不吃 那他的人生樂趣在哪裡 在哪裡 練鋼琴 就是練鋼琴跟被媽媽控制 對啊 可是其實啊 那個芋圓我很喜歡 你知道那是大陸沒有的 然後那個芋頭只有台灣有 我覺得超好吃 我們有的時候去別家吃 他看到我們還說只要你簽名 我就送你三大盒讓你帶回去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你好好 可是我就昨天啊 就有警告我的女兒 我就跟她講說 以後這種QQ媽媽都不能買 而且就算媽媽沒有買 別人請你吃 你也不能吃 妳要怎麼講 她就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裡面有毒 吃了會生病 是 我女兒就用無辜天使般的臉孔 看著我說 媽媽怎麼辦 我已經吃很多了 我沒看到你了 是 然後我就說 那媽媽明天趕快來問 主任 我們吃了很多了 現在該怎麼辦 真的 我們請一下主任 它到底是 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傷害 其實這是叫做 對 它是把這化學的這種工業原料 有毒的 加在有這種食品裡面 就跟我們的瘦化劑 是一模一樣的 對 包括米粉 對 包括我們吃的很多的 像大家喜歡吃泡麵嘛 對 也會加修飾澱粉 因為它呢 讓它吸 很快吸水 它很快就會 蓬鬆 就好吃 了解它 所以修飾澱粉 其實是貢獻蠻大的 但是你就是 不能加油毒的 所以事實上 這種丁系二酸的話 事實上它最主要的毒性 就是聖毒性 對 我們說這個丁系二酸 歐盟是每公斤0.5毫克 美國是每公斤0.1毫克 這個是從哪裡算出來 就是對腎臟的傷害 對 它就是說 我吃到這個劑量 可以排掉 對 就是說我腎臟不會受到傷害 但是問題到了 就是說 這些修飾店有加的 這是主食類 是 我們一吃就是一個份量 而且我也不曉得 裡面含多少 對 所以最近查出來 這個烏煉一支 你假如說六七十公克 就超過每天最大音訊值 我針織奶奶 針織40公克 哦 烏煉要70公克 針織40公克就超飆了 完蛋了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吃這個量都蠻大的 而且一天不只吃一次 主要這個毒是針對影響 就是針對腎是不是 對 它針對我們的腎臟 它對我們的腎臟的腎小管 當然厲害的話 就會腎小管壞食 它就會產生腎衰減 所以你假如一次吃很大量 可能急性腎 腎傷害到 你假如長久吃 可能是慢性的 是 但是大家不要恐慌 它有累積性很差 哦 可以排掉 主任所以意思是非要說 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休息一個 一兩個禮拜都不要吃 它吃了二個禮拜 就可以把那毒代謝掉嗎 對 因為它本身的話這種 生物累積性很差 就是說 人生總算出現一點數 對啊 但是運動可以把它排掉嗎 我想多喝水 因為你經由腎臟代謝的東西 常常多喝水 它本身就比較會代謝 是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大家覺得很難過一點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洗腎是全世界最多的 是 而且還出這種披露 而且更糟糕一點 我們都叫我們洗腎的病患 去吃低蛋白飲食 結果它一方面洗腎 一方面又加 一方面有腎臟病 一方面吃就有傷腎的東西 哎唷 我是覺得很夠可惡的 真的是很壞 對啊 請問一下王老師 那我們現在來講 坦白講有一點風聲鶴唳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會擔心 為什麼食品裡面 要加入這種丁酸二型 對 其實剛才林主任提到 我們台灣洗腎比例這麼高 其實你看 現在慢慢探討起來 從說話機到現在 很多主食類裡面都有這些東西 哦 那這些東西你注意看幾個重點 都是齁 為了 對 為了 是 為了 為了 還有 不會壞掉 所以這個 順丁西二酸這個東西 其實讓它做出來的東西 比較Q 比較彈 如果自己做那個 那個芋圓 如果你真的用地瓜粉 加一點那個再來米粉 泰白粉 對 或者是加 太白粉就是好的修飾澱粉 那那個是好是說 你加太白粉 但是這個東西是 你講會有對身體健康有危害的 那就是不OK的 所以這個順丁西二酸 本來是加在 油漆一些染劑 定色用的 或甚至 甚至當一些 工業級的 所以現在這樣 把油漆裡面的東西 加在我們人吃的 而且是很多主食 對 所以這就真的是很傷腦筋的事情 太多了 那請問一下主任 我們要怎麼透過什麼方法 比如像我們現在外面所有的食品 透過什麼方法才知道 它裡面沒有加那個順丁西二 其實 有些東西 會很離譜的 你要特別小心 是 像很Q彈的東西 對 對 而且 你記得我們以前小時候吃粉條 對 那透明的 對 那也是一種澱粉店 剛開始很Q 是 你放在冰裡面 等一下再過來吃 硬掉了 對 不好吃 對 那已經老化了 所以 丁西二酸 就是會造成這個 澱粉不會老化 所以你冰過以後 還是很Q 那就是有問題 那就擔心有問題 不一定說一定有問題 就擔心有問題 你只要買回來 一般 如果你自己 像我們常常自己做 你做你就知道 只要育冰就硬了 像這種芋仪 你吃熱芋仪沒感覺 熱芋仪都很出軟 但是你只要吃冰 你現在夏天到了 大家吃剉冰 那個四果冰什麼 你只要芋仪放進去 它只要一變硬 你知道 因為我們在家裡做 你現煮的吃 它的Q度 其實跟外面你買的是差不多 但是一旦我們冰過之後 再拿出來煮 它的Q度就是沒那麼好 對 我們自己在家裡做 就有這個問題 可是主任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像現在啊 這些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食材 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費盡辛苦才找到 對 因為其實現在都下架了 已經下架了 大家都不敢賣 全部都是撤掉 然後藏起來 然後呢 那是不是說 現在沒有下架的這些產品 就是可以吃 是不是就是可以吃 那不見得 不見得 還不見得 我是覺得現在所有修飾動 澱粉所做的東西 對 大家暫時 暫時也不要吃 是 等這側查以後 因為它現在各種都要查 連米粉啊 還是加在麵 有的麵條好Q喔 對 對 有的麵條看起來 其實這種澱粉有一個特色 就是半透明的 對 你夾東西喔 我們麵粉做的米做的 絕對不會透明 所以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是 第一個是有毒的澱粉 就現在我們看到這些 但是問題是目前來講 市面上沒有下架的 它是加了修飾澱粉 對 那修飾澱粉對人體 就沒有什麼影響嗎 修飾澱粉 你看它用什麼 其實修飾澱粉的定義是這樣 它用物理化學 或是生物的方法 把澱粉的個性變成 適合你的需求 好 那我們要來考考 就是現場的來賓 對 因為我們準備了 對 碗粿 很愛對不對 對啊 南部小孩應該都很愛 吃碗粿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手上呢 有兩盤碗粿 就是要來考考我們的來賓 如果是你 你覺得哪一盤碗粿 是假的 假的 那碗粿就是再來米 就很簡單 就再來米而已嘛 沒有什麼其他的 吉他 就主要是配料嘛 但是它裡面有一碗 這裡面有一碗 是加修飾澱粉 你先吃 不要 不要 吃一吃我也不吃耶 有時候修飾澱粉 對啊 你視覺或許 分明出來 你可能要長長空 對啊 真的要長喔 真的啊 現在問Vicky 你覺得哪一碗才是 就是沒有加的 我覺得 真正好的 我覺得是你手上那一碗 沒有加的 因為奇帽不癢 對 而且它霧霧 沒有光澤 就是霧霧的 所以奇帽也覺得是我的 那雨妮咧 那我選 我選憲哥那一盤 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沒有加的 外貿協會的啦 看起來很漂亮油油的 一定很好吃 那個就吃半碗就不想 好那我們要請問王老師 這兩碗裡面有一家 是有加修飾澱粉嗎 對 我們要怎麼來分辨 對其實分辨齁 你外觀上第一直覺就是看 沒有 除了剛才有提到 是 因為它有保水的作用 對 修飾澱粉就增加Q度 增加保水度 所以它會比較 亮 所以這個 對 當然那一盤不是因為那個 買太久放太久啦 純米做 以前奶奶鄉下 我們都自己阿嬤做的時候 你就發現純米做出來 它不可能有那麼光亮 對它不可能 對 不是油嗎 油有可能 但是油跟那個等一下 所以我們要進行第二個部分 對 你可以把它壓壓看 切切看 你可以先 用手壓壓看 對 你的那個好硬 它有彈性的 它這個比較沒有彈性 它那個已經硬掉了 對 一般 對這個好有彈性 因為買久了都會硬掉 對 所以這個還是會保留那個Q度 對 其實溫度像因為我們攝影棚很冷 對 外面買回來熱呼呼應該都一樣軟 但是一冷下來 其實你看用純米做就比較硬 黃老師我這個放在冰箱三個小時出來 它還是Q 還是Q 所以你這個如果熱熱的 你給它砸在地上 是 一個會啪 斬掉 一個可能會 彈起來 那就像果凍一樣 對啊 因為它加了修飾澱粉就像果凍一樣 沒有錯 那可以請教一下 還有哪些食物裡面 有可能會添加修飾澱粉 相當的多 相當的多 對 對 我們剛剛講米粉就是經常吃的 米粉 對 昆條 米苔木 米苔木 以前我們做米苔木這樣壓下來 就一點點一點 現在米苔木 這麼長 對 透明Q的還可以當跳什麼 我以為它是加太白粉 對 那原來是加修飾澱粉 其實修飾澱粉沒有錯 是 它錯的就是 加上聖丁吸二酸 對 而且為什麼要加聖丁吸二酸 它比這個更Q 所以最好的檢測方法就是冰冰箱試試看 常吃這一類的 不然寒凝量太高的 不然一些飲料這些 如果搭配這些寒凝量高的 其實你看現在小孩的骨骼 骨密度 骨骼發育都會有影響的 而且是嗎 因為跟鈣有關係 對啊 像結石也會增加 對 增結石 因為你流失嘛 尿裡面的 鈣的成分就增加了 對 對 人造香菌的完美特調 你也想喝喝看嗎 現在香菌太厲害 好像一個 對 我就要拿個小盒出來 現場你要喝什麼 要吃什麼 我們都可以沒有看到那個東西 就調出來 所以我今天 調了兩杯 一個是真正的黑糖調的 一個是真的用黑糖調 一個是用 沒有 完全沒有黑糖的 用香菌調的 完全沒有黑糖 我會這樣聞一下 你這樣聞一下 你這樣聞一下 沒有那麼香 可以啊 那分數傳統的主品 我們來吃麵包好了 好啊 因為現在很多的強調 天然發酵 對啊 強調的是五股 強調是雜糧 強調是健康 對 我們來吃五股雜糧的麵包 對啊 因為呢其實啊 這些食材啊 就是說出了問題之後 媽媽就想說 好啊 那我們就開始給我們的家人 吃一些天然 手工做出來的食物 那總該沒問題了吧 所以呢 我們就想要買全麥麵包 跟雜糧麵包 給我們的小孩吃 對 但是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喔 這些食物會造成什麼樣的 傷害 啊 傷甘腎 然後骨質疏鬆 老人吃蛋腎 我覺得我老公有錢到耶 老人吃蛋腎 Vicky 所以你有買這種全麥麵包 或是雜糧麵包 給小孩或家人吃 全麥跟雜糧 是我比較會吃 那小孩 通常我們家小孩 就是吃那種法國麵包 難怪我覺得我記憶力很長 對啊 你老公是誰都不知道 那也太離婦了吧 那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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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雜糧麵 這種養生的食材 你會吃嗎 我絕對不吃 但是小孩子會吃 你不吃麵包啊 他養生 他全身都堵 養生的他都不吃 我只吃堵式夾蛋而已 但是這種雜糧跟全麥麵包 我們都 我孕母都會買來 放在家裡給小孩子吃 當早餐吃 最近這幾年好像滿流行的 因為健康概念 天然概念 對不對 新鮮的 因為我是喜歡吐司那種皮 鞭 鞭鞭 有沒有 那烤得很香 可是我們家小孩 也好愛吃那種皮耶 很香啊 你去樓下找餐店 他會擠一袋 你家拿不用錢 生早餐錢 你都在樓下拿是不是 所以你們家會買全麥麵包 我們家是我老公 因為我都覺得那種麵包 是老人吃的 你好傷人喔 有五穀在裡面 要一直嚼 然後我老公他之前 他就覺得那個 就是那個吳寶珍師傅做的麵包 很好吃 然後可是後來我就帶他去買 他看到一個麵包要幾百塊 他就捨不得 他就說 其實家門口就有五十塊一個的 為什麼要買那幾百塊的 所以他都吃便宜的 五穀炸涼麵包 糟糕了 為了命好苦喔 對啊 難怪我上次 遇到阿健老師 他叫我劉德華 真的 他真的有點老人吃呆症 你想 是你有老人吃呆吧 那你是不是有曾經買過麵包 就放了好幾天 對 我愛吃奶酥的麵包 就是我起來越香 菠蘿 或者是裡面都會夾奶酥的那種 然後有的時候我就有一家很好吃 我就會買很多放在家裡盾 然後每天都可以吃一個 後來就出國忘記了 等我三天再回來 發現那個麵包 進到廚房麵包還有香味 而且重點是 三天之後都沒有長霉點耶 你有放冰箱嗎 沒有啊 就放在廚房的桌子上 蛤 是防腐器放很多是不是 真的嗎 我還把他吃掉耶 怎麼會這樣 想說他都沒有變硬啊 因為我有塑膠袋把它包起來 他也沒有變硬 也沒有長霉點 我還把他吃掉 所以你覺得他品質很好 對 真的會這樣認為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很多的麵包 都放在冰箱裡面 三四天再拿出來烤 還是很香啊 嗨啊 我們請問一下主任 聽說全麥跟五穀麵包 也有假的 我們應該這樣才講 就是有的少數的這個 五穀雜糧麵包 可能對身體健康有傷害 有傷害 不要說把整個都打 還是有好的啦 當然有好的 但是也有假的 對 而且是讓全麥麵包 有時候為了口感好吃 對 那麼粗嘛 吃的習慣一定很少 是 他油加很多 喔 變成 變成高熱量的 加了很多蔬油 對 加了很多油 讓你這樣 口感會覺得很好吃 比較潤 又有健康又好吃 對 其實健康不見了 因為吃了好多油脂了 是 了解了 而且它顏色 應該你說五穀雜糧顏色 自動烤出來是這種顏色 對 但是其實有的不然 有的用 加糖色素 有沒有 昨天前幾天在鬧什麼 四米 甲基米之後 對 那種可能治癌物質 就跟醬油有沒有 加這個色素 對 化學醬油加色素一樣 所以現在科技太發達了 對 不是真的是五穀雜糧那種顏色 難怪現在麵包雞很暢銷耶 對 就自己在家裡做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自己在家裡做烤出來 真好吃 可是就是不能放 對 對 然後我現在手上啊 就有兩種麵包 一種呢是好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有添加物的 假的全麥麵包 那要請來賓看一下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買左邊的 還是右邊的麵包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啊 要他們挑 他們一定那個不好挑 因為那一個這麼大 攤便宜會挑大的 哈哈哈哈 阿曼老師 我好多會挑大的 如果同樣價格的話 才會來 對不對 但是五穀雜糧這種東西 買便宜的不見得好 對啊 所以群峰覺得小的是好的 對 那Vicky呢 我會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有 很香 全麥的味道 那芸妮咧 我是覺得這個是好的啦 因為它摳起來 這個沒有那麼有彈性 它好像乾乾的 可是這個好有彈性喔 這是兩個味道 以蛙粿的理論 推到這個上面 以蛙粿就選錯啦 不是 那我就用對的理論 推上來啊 所以小的是對的吧 我們三位只有一位答對 唉唷 啊 那你可以吃嗎 可以吃吧吃完 你知道 真的嗎 真的沒有錯 其實應該這樣講齁 第一個你從外觀 你從外觀齁 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因為像 你們有這個麵糕記都做過 你都知道 真的要用全麥齁 這也是公開的秘密 公開的事實 就是說不可能用完全全麥去做 現在我們的 國劍局有立一個標準 在我們食品法裡面就是說 你要全股要標榜 全股的東西要超過51%以上 51才叫全股 它叫全股啦 全股類似的 全股就全麥的 那一般如果你今天 如果自己做麵包 你用51%的全麥麵粉做 我跟你保證 做不行 丟掉你的頭會長包的 超硬 以前的 很硬 就像法國麵包其實一樣 它很硬 但是你注意看好的麵包 因為它用天然橡膜發酵 那現在因為麵包 也是大家最重要的成本 就是工序 要很久 你要傳統天然橡膜去發酵 要幾兩天 是 所以為了快速都會加一些發粉 對 一些什麼蓬鬆劑 然後很快速 所以第二個你從 Vicky你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斷面的氣泡 對 兩個氣泡 如果它比較用天然橡膜 不是快速發酵的 它會比較不規則 所以你看那個大大小小不規則 對 還有一個味道 剛才Vicky你有聞 沒有錯 你天然橡膜發酵 它有麥子的香味 好香喔 可是我剛剛其實在聞的時候 我有一度有被就是模糊 對 因為我會覺得它是不是加了香精 怎麼會香成這樣 對 那另外那個你注意看 它那個顏色有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 都用一些膚皮 加一些染色 對 所以那感覺它好像比較深 對 它比較深 但是它就沒有辦法呈現出 天然麥子的香味 可是王醫師這樣子的話 我們去買麵包 如果它顏色是深的 就不好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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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深也不好 因為現在一般全麥麵包 真正在做大概 是 不可能會超過30 30就很硬了 就不好吃 對 不好吃 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我前幾天好像看到 有一個報導 結果有一家麵包店 因為太香了 結果被檢舉 還花了10萬塊 那你剛剛一直在談到 除了這個紅切麵 看它的一個花泡的情形以外 再來聞嘛 對 那那個很香很香的 是不是它裡面有加 非天然的一個香料在裡面 這個也是 公開的秘密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那個街頭 一出爐有沒有 對 街尾 就聞不到啊 那如果今天我們自己在家 真的用 真的天然的油料去做 你有可能 樓上坐 樓上還聞不到 聞不到 那這個就是 香精在作稅 那你剛才講的 奶酥麵包有沒有 你放三天 還是很香 還是很香 可是我們挑奶酥 當然要挑那個奶味很重 你聞一聞都沒有奶味 那我幹嘛要吃 對 所以這就很怕 現在除了天然 人工化學香精以外 還有一個 這些人造奶油 那些也會很香 而且不容易壞 保存也 可以保存很久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麵包 就剛才提到 之前不是這個社會新聞 放14年的漢堡 拿出來一模一樣 這樣好誇張喔 那或許它沒有加防腐劑喔 是 因為它光 你用氫化植物 用反死防 它就有防腐就夠了 那香精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香精一般來講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過敏 現在很多引起是 慢性過敏 是 所以現在過敏為什麼不會好 很多人要吃醫師 覺得好了就停藥 對 就在化粽 對 永遠沒辦法重新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需要長期服藥 要跟醫師配合 然後慢慢減量 然後你體質變了以後才真的停藥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 剛才有提到 像小朋友很喜歡吃麵包 搭配這東西 所以剛才有提到這些香 它需要一個定香劑 是 定香劑就是之前我們這個 塑化劑之前也有發現過 是 所以這個DHP也是發現 就是環境荷脈 所以會干擾我們的這些 肝腎問題以外 還有對你的這種 所謂的內分泌的反應 也有一些關係 那王老師你今天是不是要 考考我們的來賓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現場 真的現在香精太厲害 好像一個化學魔術師一樣 是 真的有時候我自己在社區大學 授課的時候 我就要拿一個小盒子出來 現場你要喝什麼 要吃什麼 我們都可以沒有看到那個東西 就調出來 幾乎是 你會分辨不出來 等一下我們來賓可以 啊 這兩杯 就是我用那個 變魔術的方式 是 一杯是真的 這個黑糖 所以今天要來考我們哪一個 是真的假的 所以我今天調了兩杯 是 黑糖水 給大家解解渴 一個是真正的黑糖調 一個是真的用黑糖調 一個是用 沒有完全沒有黑糖的 用香精調 完全沒有黑糖 一滴都沒有 所以你真的變魔術出來 所以你看顏色喔 顏色都一樣耶 我們先聞一下 我們三位來賓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有標示啦 對 有一個比較香 對 一個是白糖 一個比較香 一個比較沒有那麼香 可以啊 沒有孩子 你確定 可以啦 孩子還小耶 沒有 孩子就嫁給他 等一下 大嫂會說 我沒辦法 因為我珍珠吃太多 兩個人突然黑嘴 這好甜喔 這很甜 這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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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只要一滴化學香精 食物香味就四溢 王老師你今天聽說現場啊 這 明明換換這些東西 就可以調出任何 對 任何我們想要吃的東西 妳想要我們只要煮好不好 像妳剛才講的 奶酥 好香喔 有了 奶酥的味道 有了 這是我最愛的麵包 我叫 妳最愛的麵包 只要這個皮脂皮 真的就是這個 一個是真的用黑糖的 一個是用 沒有 完全沒有黑糖的 用香氣一條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一滴都沒有 可以喝嗎 沒有那麼香 這很甜 這 也很甜 黑糖出來是很甜的 黑糖都很甜的啊 怎麼會這樣 兩個都很甜 憲哥也可以 你吃得出來兩個有不一樣嗎 但是這個比較香 我覺得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有些貼紙的 這個是假的 太香了 香到過分了 對 大家都覺得是 這個是假的 假的 對 那表示大家還有救耶 真的 所以香氣的東西沒有錯 我們剛剛講 我們人的嘴巴 還是可以有靈敏度的 現在很多黑糖的製品 當然沒有錯 大部分還是好的 但是還有一些不孝 就是他可能就用調的 讓你真的 沒有對比之下 你有時候很難很難分辨出來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單獨用這個去做 那些包子 糕點 對 你會發現這個顏色不可能這麼深 你懂嗎 很淡 對 你要調到那個味道 要調到 你懂嗎 你甜度夠了 可能顏色不夠 你顏色夠了太甜 對… 所以一般 是 我們大部分現在已經剛才 林主委有提到 都會有用一點 之前被踢爆這個醬油裡面 對… 甚至包含可樂 裡面也是用焦糖 是 王老師你今天聽說現場啊 這瓶瓶罐罐這些東西 就可以調出任何 對 任何我們想要喝的東西 像你剛才講的 奶酥 噓… 好香喔 不要太近 不要太近 有… 這個是奶酥的味道 有… 就是我最愛的麵包 對… 我就愛那個味道 我只會拿去乾 你最愛的麵包 只要這個滴幾滴在麵糰 真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真的 我以為真的奶酥耶 所以這個東西你注意看喔 一般假設你要泡咖啡 要泡黑糖水 你最簡單 是 你就這樣 他用這種香精 絕對是… 為什麼省時省事又便宜 對… 白開水 那加一點什麼 果糖 這種所謂高玉米糖漿 這是現在都知道比較不好 是 容易造成那個熱量太高 脂肪肝 那一般這樣最簡單 以前人笨笨的以為是帶糖 以為這很好 那就把它這樣融一下 第一個就有甜味對不對 對… 第二個你要有香味 所以這黑糖嘛 對不對 剛才泡出來的 這個更香 顏色就… 才加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黑糖水 這現在是黑糖水 那這顏色可能還不夠對不對 對… 那他就需要再用一點這個 所謂焦糖色素 那這是沒有味道 所以他就不干擾味道 就加一點點 那顏色更重 所以你只要比例把握住 對比例把握住 你看這顏色就調到幾乎一樣 真的耶 一模一樣了 真的 那你味道就可以 你吃吃看 完全一樣 美傑 來 試吃看吧 你試一下嘛 哈哈 爸爸為了這種通告費 哈哈 那王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 那這個黃黃的是怎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 這個就是 人造奶油 奶油為什麼要人造 為什麼要人造 就所謂植物奶油 那為什麼要人造 剛才提到了 其實一般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反飾脂肪 現在大家都全世界 都怕得要死 對… 因為他比一些牛油豬油還糟糕 那就是因為他怎樣 他把植物油打氫氣 叫氫化植物油 對… 但問題打了清氣 他變硬 沒有味道 他要加這個啊 加進去就被牛奶的 奶油的味道 這吃還蠻香的 還蠻喜歡的 還蠻喜歡的 奶酥的味道 香精嘛 我中毒了 我上癮了 我聞到那個我好開心喔 再加一點顏色 那你就買回去聞就好 那這個我們早上 是不是抹在麵包上的 對 很多麵包 你講的 而且外面的 王老師 因為我們聊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我們現在吃的一些食材 或是常常有機會會吃到這些香精 可是真的很難分辨耶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 像這種奶精類的 其實要特別注意就是 其實你分辨還是可以 就是說你自己 來 你的手就 一般你把它塗在我們題目上 你就直接塗吧 一般各位都知道 如果好的油 什麼冷壓好的油 或者是好的精油這種乳液 它會怎樣 會吸收 對 那這個你等一下看喔 你入完零都不要擦掉 還在 還在 就跟凡事的零一樣 這可以吃嗎 可以啊 這可以吃啊 這是可以吃的 但是你要吃的你要感覺一下 香不香 香一定有香的 它有香的味道 是 有味道嗎 很油 對 很油 你聞到這種過度的 有沒有 這個過香的 那個街頭還沒走到街尾 那個街尾的那個麵包店就聞到了 對 那或者是你買回家之後你放了 有沒有 它的味道都不散 或你講的連發霉都不發霉 對 那你下次我建議就要換一下 或者黑糖饅頭太黑了 有芋頭的香味 芋頭饅頭不能太紫 對 是不是這樣 你看過如果真的有賣那種 真的天然 你還看到一塊一塊的芋頭塊 對 那它有沒有那麼紫不可能 沒有 對 所以一般都被誤導了 芋頭饅頭就要紫了 就芋頭饅頭 其實這個都不對 所以第一步其實顏色上 我們可以做一些 味道 第一道的判斷 顏色 味道 第三個還是價格 我們這些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主任超開心的想說 光還他每天在門櫃節 你們終於了解了 真的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 謝謝王老師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香精的問題 就味道的問題 另外 口感的問題 你們覺得麵包吃起來就好軟好酥 好好吃 有 而且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 又覺得我們的麵包 現在已經就是做到五遠佛見 你去很多國家玩喔 你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那麼好吃 你如果到美國去 還是說五年前 十年前到大陸去 你就覺得他們的麵包 丟下去那個狗會乾 為什麼 它比較硬 太硬了 對… 那台灣的博會丟下去狗 就馬上把它撿走了 對啊 太好吃了 請問一下主任喔 剛剛除了談香精以外 對人體的影響以外 那蓬鬆劑 因為所有的麵包都有加蓬鬆劑 蓬鬆劑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其實蓬鬆劑的話 我們比較擔心就是加 蛤 鋁喔 對… 鋁舊的蓬鬆劑 鋁 對… 一般來講為了趕快做一個 降低成本 對 了解喔 所以它會加一些像說 我們小蘇打啦 還是說一些氨粉 阿摩尼亞的啦 對 但是最糟糕就是加… 加那個 鋁敏 好噁喔 以前前天發生過嘛 那個… 那個鬆餅 對 那個鋁敏含量好高 鋁敏 校茶那個鬆餅 對…以前喔 是… 當然不是說每個鬆餅都是這樣 對… 有一些不肖業者啦 那鋁敏吃到人體裡 是會造成什麼不好的東西 鋁敏老人癡呆 對 其實鋁敏影響不只是這樣 鋁敏影響是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血液方面 它會阻止你鐵質的運用 對… 所以你比較會貧血 其實你身體鐵質夠 但是鋁敏 就是阻止它去利用這個鐵質 然後你變成有錢 但是沒辦法花 欸…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啊 就是… 我們現在常常在一些 那個很有名的麵包店啊 然後買到那個麵包 它就說它是起司麵包 那起司麵包在過程中 不是要烤嗎 然後那起司都會… 就是… 融化 應該融化 一顆一顆在裡面 我都常常覺得說 哇… 什麼樣的技術這麼厲害 烤過之後 起司還是完整出來喔 是… 所以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它裡面一定有加一些什麼… 什麼… 還是什麼特別的 因為它… 一定有化學添加物對不對 對… 都擔心不是純粹起司啦 因為你… 應該加熱應該會溶解 對啊 它烤麵包這樣經過高溫烤出來 對啊 起司不會化 對… 你這個問題好像在網路上已經… 真的嗎 大家在質疑很久的一個問題 你真的是有夠聰明 因為你買的… 你就會想到這個 要吃那麼多了 一般人只會覺得說 好好吃喔 吃起來好… 好有起司的味道 對啊 想說哇好厲害喔 你看起司那麼厲害 我還沒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 我們家管家 她女兒是學餐飲科的 所以她每個禮拜都會做麵包 她自己做 然後送來給我們吃 所以我最愛跟她挑的 就是一顆一顆起司的那一種 因為我覺得是她自己烤的 所以很安全啊 對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那個起司一顆一顆是怎麼回事耶 可是我真的很聰明嗎 也沒有 因為我也有吃 吃了一個啦 很多人喜歡吃 阿如明第二個傷害就是對骨頭 因為它本身會取代鈣的位置 所以會比較像軟骨症一樣 是不是 第三個大家不要擔心 就是腦部的傷害 因為在動物實驗場 它確實會傷害老神經 所以事實上在很多國家 都有訂訂阿如明的標準 濃度在算的 那台灣有規定嗎 台灣沒有規定 WHO認為說 你一公斤一毫克就算夠量了 所以事實上應該要訂 這種阿如明的膨鬆劑 有一點我要請教過那些烹飪的師傅 然後裡面是鬆鬆的 對 就是這樣喔 就是會膨脹起來 吃起來會疏 這個最典型是什麼 你知道就是油條 喔 對…油條 其實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主任想說你們這些 執迷不悟的人 真的不要吃 因為百分之九十九 假如你腥臟是健康的話 他是排得到 可以排掉 但是還記得要百分之一會流 對啊 那我多喝點水可以嗎 當然是會幫助他排泄啦 但是說 還是儘量少吃這種高濾的東西 對… 該大家討論成這樣 好像什麼都不能吃 對啊 我建議大家 有 那排毒解毒最厲害 我常常在吃就是這個 這個流化物啊 比花椰菜多十幾二十倍 好可愛喔 這個東西就是幫助肝贊解毒 哇 營養好可愛喔 對 其實這樣一口 你要趁這個酥喔 好吃耶 不要放太久 趁一口這樣把它吃完 口感很好耶 口感很好耶 非常天爽 好好吃喔 請問一下王老師喔 除了我們剛剛談的麵包以外 聽說外面很多的食品 也都加有蓬鬆氣 對 其實生活當中有很多這種 要讓它膨脹的 最明顯你看看喔 一般我們常吃的這個 海鯊 海鯊 這也會有 那個喜宴多 是第一道菜 對啊 另外還有第二道 可能會有那個很厚的 魷魚啊 喔 蔥魚 換那個 對 但是一般 如果你自己用了乾的 魷魚乾去怎麼泡 那有可能 怎麼可能 沒可能太高了 而且你會發現 那個表情就很脆 剛才民主講 那個就會有脆一點 對啊 那Q跟脆一點 所以夜市不是常會賣 那個五味魷魚 就是燙一下之後拌那個沙茶 對 那個就是要又肥又脆才好吃啊 對 沒錯 但是你有時候你看來 一些比較好的商家 其實它不需要 不會那麼厚的 你異常的厚你要特別注意 甚至我自己到傳統市場 我想說今天很划算 因為這一次很肥啊 那麼肥肥 對 可是沒有錯啊 可是如果你去傳統市場 以前我去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的那個 就真的整桶水泡在那裡 就讓你看到 本來就泡在那邊啊 你第一個聞味道 就是用這個所謂的鞍粉 它就是用蓬鬆劑 是 那合法的用一些磷酸鹽 那這兩個剛才都有提到 它就會讓你增加飽水度 增加厚度 那其實對消負者來講 其實也不好啊 為什麼 它給你吸那麼多水 其實重量 你也給你開擠啊 你會買比較貴 因為它等於吸那麼多水 而且水不小心乾淨 對對 另外還有一個像這個也是 海帶 可是海帶不是很健康 海帶很健康啊 我們每天都給小孩吃 對啊 有時候像這個還算正常 你看這個斷面 有的光一面 大概就是兩倍厚 有時候泡的 可是王老師我們每次去菜市場 想說都要挑那個又肥又大的 厚的 所以不要挑厚的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告訴大家 不要挑那麼厚的 你不要看那個顏色 特別鮮綠 那一般你講這種 你看海裡面拆起來要保存幹嘛 怎麼可能還可以保存 這麼的綠 顏色也要來選擇 顏色 還有一個厚度 好 再來 尋風你配這位都不會吃 你是不是常吃這些食物 我超愛的 對 所以我去年去檢查的時候 大腸有息肉 息肉是那種 每個人都有息肉 但是有息肉 它是檢查之後 以後會變成癌症的息肉 這樣就可以吃 對 這個可以減少 因為你留存在身體的 時間短嘛 對 你要分飾水溶性脂溶性 是 水溶性喝水有生臟出來嘛 對 然後脂溶性呢 它有肝臟昏泌 膽汁到我們的腸胃來 對 然後腸胃 你要天天能夠讓它清理 對 你才不會累積在裡面 沒錯 對 所以事實上應該要這樣 當然運動 運動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你流汗 流汗有些毒素也會出來 當然比不上腎臟 但是有些毒素 確實它是滿有效率的 而且你運動 你上廁所的 機會就會大 你腸子會動 對 也會動 除了多喝水以外 王老師今天也帶一個排毒餐 要幫我們排毒一下 對 因為沒辦法 該大家討論成這樣 好像什麼都不能吃 對啊 還是齁 我建議大家春天其實我們等一下 來示範一道這個叫 有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 老師你今天要教我們的排毒餐 叫什麼名字 其實這個好像在春天 我建議大家多吃一些 天然的牙菜 對 春天排毒也是這個牙菜最旺盛的 而且比較清爽對不對 對 比較清爽 一個要符合 剛才講要排毒就是我們 對 再來一個那個纖維要夠 是 纖維也可以有這個 把一些髒東西代謝的作用 對 那還有一個補充一些這個 所謂的 是 這些牙菜裡面的酵素特別多 所以今天準備的食材有哪些 所以我這個叫彩虹牙菜捲 我們可以準備這個 大人小孩都喜歡吃的海苔 哇 小孩子很喜歡 好 那我們就準備幾種牙菜 是 那排毒解毒最厲害 就是這個青花椰菜的苗 我們看起來好像長一樣 這個外面有賣嗎 好像兄弟咧 對 那這個春天還特別多 所以你們可以吃吃看 這個滿 這個 比花椰菜啦 這個十字花的花椰菜 多十幾二十倍 好可愛喔 它吃起來的口感 跟那個平常的牙菜 這個會不會比較貴 這會當然會比較貴一點 花椰菜你想看 花椰菜本身就很貴 而且味道比較重 靜維你有沒有覺得 它有兩段式的口感 對 但是咬起來就是像樹木樹芽 第二段口感是像那個 白蘿蔔 真的白蘿蔔 對 那各位都知道 白蘿蔔就是所謂十字花科 這個所謂一流清酸 也這個流化物 這個東西就是幫助 所以白蘿蔔也可以解毒 對 白蘿蔔也可以 那我們就準備 我會準備兩三個就是 碗豆苗 這也是算比較普遍的 這個很普遍 對 那你也可以買一些像 紫高麗苗啦 反正現在有機店還滿多的 對 對 比較多 那我們就準備一點這個 紅蘿蔔 它做得很想馬上回家就 對 很想做給小孩 這個小孩子應該很喜歡 一般小朋友 每天早上就可以了 大人小孩這個 可以當點心 如果加一點水果 是 像這個是蘋果 小孩會喜歡 小孩會喜歡 或者現在鳳梨盛產很甜 對不對 對 對 鳳梨也可以切這樣大條的 對 但是鳳梨的話是要先把水分吸掉 不然海苔會軟 對 就是會軟掉 對 我們就這樣 撒一點這個是堅果鬆 堅果鬆 這是堅果鬆嗎 不是黑糖 不是黑糖 也不是黑糖 對啊 這個是一般我們吃素的朋友 比較能夠吃的堅果 所謂堅果素鬆 這都買得到嗎 這都買得到 外面有那個調配好的 對 一般這個 所謂的吃素的朋友 他們就比較適合這樣 這個也很營養 也很營養 對 因為堅果有好的油脂 那最後我會用一點這個 黑芝麻醬或白芝麻醬 我營養對不對 而且又很好吃 也很香 另外一個喔 這個把它這樣平衡這個冷 我們都怕吃這個會太冷 那你用一點這個黑芝麻 它會比較溫 它比較溫 那一個當 當醬糊順便可以黏起來 對 對 我們不用這個修飾店 對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包起來 修飾店 王老師 你每次來啊 都介紹一些很棒 上次你不是介紹蔬果汁 我現在每天早上規定 全家都是一人一杯 這樣很好 你感覺比較健康 所以這個當點心 當早餐 配一杯蔬果汁 哇 營養滿身 對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用 我應該不會得老年吃 對 身體代謝會比較好 對 那這樣也不怕胖嘛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熱量應該很低 很低 對 熱量很低 它吃起來會很清爽 最大捲那個給群蜂 對 你看很漂亮有沒有 對 剛才前面太多多 對 其實這樣一口 你要趁這個酥喔 好吃耶 不要放太久 趁一口這樣把它吃完 口感很好耶 口感很好吃 非常清爽 好好吃喔 早上如果你有時間 像翹天熱其實 好像食物也不太好 其實這樣捲起來 搭配這種 還有彩虹各種顏色都有 我可以搭上那個醬汁 你沒有加花生 但感覺上好像有加花生 像花生粉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用香鬆加芝麻醬 對 那種感覺很像 所以講一下吃完的口感 好吃到沒辦法說是不是 真的很脆 然後裡面的那個 像這些東西 咬起來都還是很有口感 脆脆的這樣子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很多小朋友不敢不喜歡吃這個 我 這完全沒有 你不喜歡 我剛才就說我想要海苔加蘋果 就好 你有沒有覺得完全沒有味道 加進去只有甜甜的醬 和那個魚酥香香的 那不是魚酥耶 那是肉鬆啊 那是肉鬆啊 沒有人講 因為芝麻醬把它的味道 蓋掉啊 對 蓋著福福的味道 這個小孩子應該可以接受 還有紅蘿蔔的甜味 好好吃喔 小孩接受度也很高 很高 然後大人像芸妮這種啊 就是不喜歡吃蔬菜的人 也可以接受 對很好吃 真的太好了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那其實呢 我們這一集前面剛剛在聊很多 我們現在生活當中啊 有很多不能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做媽媽的 真的覺得很苦惱 我們的孩子到底應該吃些什麼 最後我們提供了這個 彩虹木素牙卷呢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既然現在外面呢 到處都是賭 我們做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要力選食品的 一母不買原則 第一個就是放久不會壞的 不要買 所以你東西如果拿回去 一天兩天三天不會壞的 對 不要買 第二個來源不明的不要買 第三個裡面的成分不明的 看不懂 裡面不曉得寫什麼的不要買 第三個誇大功能的 說那個東西吃下去 會多好多好的不要買 那最後一個就是標示不全的 有一些有寫 有一些沒有寫的 通通不要買 如果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保持你的健康 保護你的安全 沒錯 我覺得現在要保護 全家人的健康 有很重要的原則 是 盡量以真食物為原則 對 媽媽自己做 對 像淨妹妹一樣 盡量少吃一些食品加工的 這些東西 那也祝福所有的觀眾朋友 都能夠健健康康的 也謝謝今天所有的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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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